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怪兽 今天呢想跟大家来分享一期关于一一多搭的视频 今天的主角呢就是我身上这条黑色的吊带裙 那我们先给他一个全身的look吧 如果说这条黑色吊带裙没有做一一多搭的话 只能搭配一个look那一定是西装 略宽松的西装外套与修身的黑色连衣裙搭配在一起 整个人会呈现出一种帅性干练的气质 是不是又A又美 如果有的宝宝说我不想要这么强的气场 我只想做一个温柔的小姐姐 那么一定要搭配真之衫来穿咯 这一件真之衫是我今年在广州跨年的时候买的 它有两种穿法 一个是随意的系在前面 另外一个呢是收紧在后面打一个结 把它当成一个开衫去穿 两种都超级温柔 这一套look呢我是选择在这条裙子里面穿了一个高领的灰色针织衫 大家都知道黑色和灰色是永恒的C皮 无论怎么穿都不会出错 我为这套look搭配了一双SW的袜靴 避免头重脚轻 如果说有的宝宝觉得像这种黑色的连衣裙 它作为一个单品来说过于女人了 那其实可以在外面搭配一个牛仔外套 去中和一下这个过娘的气质 这样整个人会有一种很青春很帅气的感觉 我们也会选择把头发扎一个高马尾 最后呢还可以选择这个学院风感觉的 两个也非常的简历 关于这个外套的详细讲解在我的上一个视频中 好了 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